要懂得中国的人和事 一定要读鲁迅 我是徐子冬 今天是22期 我们要读鲁迅在呐喊当中的一个非常短的短片 大概是最短的短片小说 题为一件小事 说实话 这篇作品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恐怕真的是一件小事 但是如果放在中国现代社会史上 革命史上 却绝不是一件小事 甚至可以说是一件很大的事 所以我们要仔细来读一下 小说的第一人称主人公 我很像作家 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 一转眼已经六年了 其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 算起来也很不少 但在我心里 却不留什么痕迹 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 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 老实说 便是叫我一天比一天 看不起人了 这就是说民国初年五四前夕 这个埋头抄古书的周术人 看世事越来越失望 看人心越来越灰心 颇有一点愤死技术 怨天尤人 但有一件小事 却与我有意义 将我从坏脾气里脱开 使我 至今 忘记不得 什么事呢 能使这个对社会又激愤又全辱 对人性又害怕又失望的 我 大概就是鲁迅吧 产生这么大的 正能量的影响呢 这是民国六年的冬天 民国六年就1917年 算起来正是 俄国十月革命的时候 主人公当时显然不知道 那时也没有什么微信推特 而且从实际的文献中看 鲁迅对十月革命的消息 当时也没有什么反应 大北风刮得正猛 我因为生计关系 不得不一大早在路上走 一路几乎遇不到人 好不容易固定一辆人力车 叫他拉到S门去 不一会儿 北风小了 路上浮沉早已刮劲 剩下一条洁白的大道来 车夫也跑得更快 刚进S门 接近的警方 忽而车把上带着一个人 慢慢的倒了 人力车呢 我们也叫黄暴车 中国现代作家 很多人喜欢写人力车夫 原因是因为作家嘛 人道主义 看不得别人受苦 但是呢 交通工具啊 你要坐这个车啊 它就在你眼前跑得就浑身是汗 所以看不下去 又需要 胡适啊 约达夫啊 老舍都专门写 有作品写 人力车夫 这个拉着我的这个人力车夫呢 鲁迅小说写 在路边带倒了一个人 跌倒的是一个女人 花白头发 衣服都很破烂 一 一是第三人称了 就是他了 第二人称的这个宿舍话是浓 啊就是你 为衣宵的人憔悴嘛 写出来就是衣黎的衣啊 衣从马路边上突然的向车前横截过来 车夫已经让开到了 但衣的破棉背心没有上扣 微风吹着向外展开 所以终于都到车吧 幸而车夫早有点停步 否则一定要摘个大筋斗 跌到头破血出了 所以乘客是一个旁观者啊 细节看得非常清楚 这个小小意外啊 应该看来不是车夫的错 当然了 也不大像今天流行的碰瓷儿 一一扶在地上 车夫便也立足脚 我料定这老女人并没有伤 又没有别人看见 便很怪他 这个他指车夫啊 又很怪车夫多事 要自己惹出是非 也误了我的路 我便对他说 没有什么的 走你的吧 车夫毫不理会 或者并没有听到 却放下车子 扶那老女人慢慢起来 掺着 闭驳立定 问一说 您怎么了 我摔坏了 我想 这个小说中的主人公想 我眼见你慢慢倒地 怎么就摔坏了呢 装强做事 真是可恶 车夫多事 这也正是自讨苦吃 现在你自己想法去 这都是鲁迅小说里的原话 车夫听了那老女人的话 却毫不愁愁 仍然掺着衣的壁驳 便一步一步地向前走 我有些诧异了 盲看前面 是一所巡警分住所 大风之后 外面也不见人 车夫扶着那老女人 便正是向那大门走去 接下来的一段 就是小说的文言了 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 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 煞时高大了 而且越走越大 须仰视才见 而且他对于我 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 甚而至于 要炸出皮袍下面 藏着的小来 这是一个发生在民国初年 当然就旧社会的故事 同样的故事 我们也十分熟悉 我们今天不坐人力车 但会骑自行车 开小汽车 甚至快步走路 一旦碰到或者是撞到 带到路边老人 他也是慢慢倒下去 我们的第一反应 大概也和鲁迅小说中的我一样 料他没有伤 又没有别人看见 继续赶路吧 摔坏了 怎么可能 假如我们也像车夫一样 先不问谁的对错 先问 你可能伤了 那我先送你到医院 或者警署去 结果呢 那大概就像南京 那个著名的彭宇一样了 据2007年9月7号 成都日报报道 当然了 那个时候全中国的媒体 都在报道 这个同一个消息 这个齐志欣的这个青年彭宇啊 他因为他搀扶一个摔倒的老太 到医院去 最后被告上了法庭 南京市古楼区法院一审判决 说彭自称是第一个下车的人 从常理分析 他与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较大 因此裁定彭宇赔偿原告40%的损失 要10日内付45876元 判决书说 如果不是彭宇状的 他完全不用送老太去医院 可以自行离开 而他没有自行离开 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 各位 我们再一次见证了 鲁迅作品的当代性 鲁迅可能是虚构一个故事 但是完整的在现在 我们一百年之后的新时代当中 天知道还有多少年 亚利斯多德曾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 说历史就是记载已经发生的事 诗是描写可能发生的事 因此诗比历史更有哲理 按照南京古楼法院的判决的逻辑 那一件小事中 如果说老太太 她不是被人力车撞倒的 而且也可能没有大伤 但是呢 车夫的行为 显然与情理相悖 因此 如果要有什么罚款损失 车夫赔偿 百分之十 可是为什么鲁迅的主人公 要突然向这位车夫表示钦佩 甚至仰视呢 而且随后巡警过来 跟那个 我说你换一辆车吧 主人公 没有思考的就从外套袋里 掏出一大把铜圆 交给刑警 说请你给他 这真是自愿赔偿 百分之四十的损失啊 或者是来 弥补车夫的损失啊 我们在鲁迅的生平 跟他的创作当中看 这个是很早啊 像二零年 这是鲁迅笔下 第一次这么明显的出现 劳工崇拜 而这不是唯一的一次 没有多久以后 在《城报复刊》 他发表了一篇杂文 叫《无题》 鲁迅说 他去一家店里 买巧克力三文字 我买了八盒 黄梅珠苦力三文字 付过钱 将它们装入一袋里 不幸我的眼光忽然横溢了 就往旁边看了 于是看见那公司的伙计 正岔开了五个手指 照住了我所未买的 别的一切黄梅珠苦力三文字 这明明是给我一个侮辱 我在香港汽车加油的时候 加油的人常常在我的车前面放一根铁杆 意思是说我没付钱就不能开走 我每次看到这个时候 我都觉得那个铁杆是一个侮辱 鲁迅小说接着说 然而其实我可不应该以为这是一个侮辱 因为我不能保证他如果不照住 也可以在纷乱中永远不被偷 也不能证明我绝不是一个偷儿 也不能自己保证我在过去 现在以至于未来绝没有偷窃的事 讲到这里 我突然想起鲁迅当年离开家乡读书的 别人对他的攻击 但我在那时不高兴了 撞出虚伪的笑容 拍着那伙计的尖头说 不必的 我不至于多拿一个的 他说 哪里哪里 赶紧自回手去 于是惭愧了 这很出我意外 我预料他一定会强辩 于是我也惭愧了 散文最后一段说 夜间独坐在一间屋子里 离开人们至少也有一丈多远了 吃着丰盛的黄梅诸苦力三门志 看几页托尔斯泰的书 渐渐觉得我的周围 又远远的包着人类的希望 鲁迅在别的地方 他到晚年的时候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我向来是不但 树心编一个单独的单 我向来是不但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 就是说我看着中国人的行为 我总是往坏的方面想 所以他对慢慢倒地的老女人充满怀疑 店员伸出五个手指照着买的巧克力 他也觉得是侮辱 可是在一件小事里 车夫的朴实 使他看到自己的渺小 在无题中 店员的惭愧 也使他惭愧 进而还能感到人类的希望 从刻薄到鸡汤 正是如鲁迅一贯的信念说 创作总根植于爱 虽然他的作品表面上看来充满了仇恨 刚才我们说过很多现代作家喜欢写人力车夫 但是写法是不一样的 胡适他虽然同情车夫 但是最后还是要叫人家拉到内务不息 因为在他看来 如果你不坐人家的车 你觉得车夫辛苦的话 那你就更加对不起人家了 这是一种理性的经济学概念的同情 约达夫的博电呢 他没有去唤醒车夫革命造反 但他一腔同行做什么呢 他就在车夫死了以后啊 送了一辆纸的环抱车 因为他知道车夫生前最大的理想 就是拥有自己的环抱车 的这种浪漫主义的同情 骆驼翔子我们知道 他这个是以车夫为主角 写的是车夫自强自力 个人主义奋斗的理想 怎么被社会压迫而失败 可是一件小事呢 他其实不止写车夫 车夫是劳工阶级 是普罗大众的象征 研究鲁迅世界观转变的学者们呢 可以从里边看到鲁迅一贯同情 社会底层跟劳工阶级 而且不仅是同情 甚至是仰视 这种朴素的劳工崇拜 发展到三十年代呢 就变成了进步作家 就是觉得哎呀 我一定要替无产阶级代言 如果我不能解救大众 那我知识分子 我就有一种原罪 我没尽到责任 当然这里面也受到 俄国十二月党人贵族革命 还有托尔斯泰喜欢向农奴 赞毁的这些影响 再进一步 既然我有责任要救大众 而我没有尽到这个责任 那我就有罪有错 我要仰视大众 那么发展到四十年代 救不了大众的原债呢 你就必须为大众服务 甚至到了六十年代 你就必须向劳工请罪 请求宽恕我的罪 再回到八十年代呢 知识分子跟大众的距离 又重新拉开了 知识分子又重新想启蒙了 但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的原罪 或者劳工崇拜呢 却始终存在 这中间有一个非常复杂的 历史一个世纪的思想史的变化 有趣的是 掺着老太区警署和医院的车夫 或者彭宇呢 他们却始终被认为是有备常理的 大概这个北洋军阀下面的警察 也会都车夫说 这个腰不是你撞的 你为什么扶他来呀 你看 你扶他来就说明 鲁迅呢 承认过 他没有说出全部的真话 怕影响青年 他激烈批判所有中国人 但是除了青年人跟老公阶级 他说他写文章的时候呢 想着买书的青年 因为铜钱放在胸前呢 还带着体温 在这篇小说里 他看到车夫啊 他要仰视 夏之清有这么一段批评 说鲁迅违背自己的良知 故意希望下等阶级 跟年轻的一代会更好 更不自私 他这个是自己造成的温情主义啊 使他不够资格寄生于世界名讽刺家之列 这些名讽刺家呢 他们对于老幼贫富一视同仁 对所有的罪恶均与攻击 鲁迅特别注意显而易见的传统恶习 却纵容 甚至后来还鼓励 某些粗暴和非理性的势力 这是一个很复杂 影响很深远的问题啊 这个我并不完全同意夏之清的评论 但是想想他这个意见 鲁迅是不是对老弱贫富一视同仁 对所有的罪恶均加攻击呢 是不是对青年人跟劳工阶级 多一些温情主义呢 而这种有目的的温情主义 是否会影响作品的艺术性呢 显而易见 鲁迅的最早的劳工崇拜 不是一件小事 这个问题我也没有结论 大家一起思考 我们下期继续 下期继续 感谢观看